歡迎大家收看今天的體育世界 今天的演播室當中有余家欣和張可盈 Hello 大家好 節目一開始先跟大家講講今天的活動話題 中超聯賽今個週末是連番大戰 昨晚負力是遺憾收穫一場評局 而今晚輪到恆大亮相 助陣天體迎戰重慶示威 這次廣州恆大是主場 大家可以關注到阿蘭解禁 不過賈拿華路沒有透露今晚會不會上場 反而同球員強調 不要太過在意積分榜 目前恆大積分榜方面暫時放在第六位 距離榜首有八分的差距 所以今晚的互動話題想跟大家聊 你希望今晚廣州恆大可以踢出怎樣的表現 歡迎各位在體育世界的官方微博和我們留言 分享你的感受 節目一開始 我們先來關注一下省運會的消息 提前開賽的曲棍球項目 昨天傳來了節目 繼廣州女曲在十日前奪得冠軍之後 廣州藍曲亦獲得冠軍 廣州隊在曲棍球團體項目上實現了雙豐收 來關注一下籃球方面 廣東省藍藍聯賽 昨晚展開了季後賽首輪的較量 在其中一組焦點對碰當中 何元首回合在客場是大勝珠海二十七分 因為省聯賽的季後賽採取主客兩回合 繼總得分來到決勝的賽制 目前何元的晉級優勢已經開壞相當明顯 來看足球方面鐵狼杯 A組第二輪的比賽是繼續進行的 雖然鐵狼球迷會隊是以0比1 輸了比竹大番茄加設計隊 但對於第一次參加比賽的他們來說 這個結果已經是很滿意的了 二日前深圳第十六屆南嶺鐵狼杯公益足球賽 展開了小組賽第二輪的爭奪 最後球水山酒店隊是以1比1打和了吉桃奧測世紀隊 除了深圳其實廣東有好多地方都有這個非常之濃厚的足球氛圍 是呀現在有村居足球聯賽 講的是佛山順德輪教有了屬於自己的村居足球聯賽 一起分享一下 其實廣東除了足球氛圍之外 這個武術的氛圍肯定都是非常之濃厚的 是呀因為最近也有些大賽在我們廣東舉行的 比如說昨天由廣東省武術鐵會主辦的 2018廣東省第十一屆武術精英大賽中山站的比賽 就在中山市古鎮鎮體育館拉開了圍幕 一起來看看 第十二站空牙利大獎賽排位賽是剛剛結束了爭絕的 而接來的正賽今晚省晚時間 廣東體育頻道也有得看 不過看回你朋友排位賽的語戰入面 梅賓車手夏美頓是以1分35秒658的成績 收獲到個人賽季第五個崗位 夏美頓先場與戰 確實不是浪得虛名的 繼續獲得一個崗位 這一站的正常 記得今晚的十點半 另外自行車方面 昨晚2018環法也結束了 第十賽段個人計時賽的爭奪 這次太陽網車隊的滴木蘭獲得了賽段冠軍 而譚馬士獲得第三 由於本年度環法還剩下榮譽騎行的最後一站 天空車隊的譚馬士 已經鎖定本屆環法大賽的總冠軍 網後方面ATP250系列賽 亞特蘭大公開賽結束了半決賽的教練 維冕冠軍伊士拿擊敗了艾頓 向第五冠發起衝擊 他在決賽中的對手是他的同胞夏理順 今日凌晨 國際冠軍杯有多場比賽的教練 其中曼聯和利物浦這一對雙紅匯 當然是最令人關注 結果利物浦的新外援沙基利 在首院裏有很出色的表現 貢獻了一傳一射 幫助利物浦以4比1大勝曼聯 而新加坡賽區的一場比賽 阿仙奴收獲一場大勝 以5比1輕鬆擊敗巴黎星人們 而目前處於風口浪尖的奧斯爾 收獲入球 拿卡錫迪梅開二度 在法國的一場較量 車路士和國際米蘭的比賽 90分鐘內戰勝1比1 南軍最後在點球大戰裏 以5比4勝出 接下來也要看看祖雲達斯 在美國的新澤西州迎戰奔菲卡 結果90分鐘的時間裏面 兩隊打成和球1比1 祖雲達斯在點球大戰當中 以4比2戰勝對手 而曼城和拜仁茂尼克的對決 是碰撞出激烈的火花 在這場大戰當中 拜仁一度是兩球領先 結果曼城連入三球 最後是3比2 逆轉戰勝了拜仁茂尼克 再看看美國足球職業聯賽 因為有了朗尼的緣故 所以在上午結束的一場常規賽 亦備受關注 沒錯 曾經的麥聯隊長朗尼 為球隊打入了一個非常精彩的入球 自此朗尼也終於迎來了自己 加盟華盛頓區聯的首個入球 看回中超賽場 昨晚有多場的較量 北京國安是2比2 戰平了上海新方 而上海上港就是5比1 大勝北京人 當然大家亦都很關心廣州富力的情況 這次他們是作客挑戰 河北華幸福 2比0完美開局之後 其實廣州富力是有很好的機會 去取得比賽的勝利 但誰知在尾段是被對手迫和 其實一周三賽對富力的球員來說 尤其是體能方面是一個考驗 但其實體能也不是全部的原因 一齊來分析一下 這場比賽其實有很多第一 譬如富力第一次作客狼方 富力和華幸福賽季的第一次交鋒 當然還有一個第一次屬於這兩位 是丁海鋒和姜志鵬 是他們第一次面對舊主 到廣州恆大出場 廣州恆大今晚會在主場迎戰重慶思維 在賽前大家最關心的問題 就是這個解禁復出的阿蘭 究竟會不會在今晚首發登場 是啊 但朱教練簡拿華老一直口很密 沒有透露到任何有關阿蘭的消息 反而一直強調最需要做的就是 要令球員忘記積分榜 而且不要太過去考慮能不能夠奪管的事情 將著重慶力最大限度地放在目前的比賽當中 上週末廣州恆大與上海上日 恆大的今晚這場比賽 網友都有自己的意見 這個紅毛雲就說 因為天氣我們錯過了跟上港的遭遇戰 上海半夜遊之後 球員又得到這個休息 以日代勞 迎子剛剛經歷了換歲的重慶思維 反而是這個縮世分差的機會 古迪迹及金英拳已先後離開中國 高拉特、保連奴、泰利斯卡加上解禁復出的阿蘭、簡納華路 會怎樣取捨呢? 就不奢望恆大可以好像前一場大勝副班長那麼輝煌 只希望他們可以零風對手 其實上次對著上海上港時 天氣情形應該不太好 因為是在颱風前後 但今日的天氣夠熱 所以極大限度去考驗球員的體能 沒錯,另外還有九年紅魔維又說 我希望恆大今晚可以延續上一場主場面對貴州行風那時的表現 今晚的這個愛媛,泰利斯卡可不可以繼續延續上一輪主場上演這個母子氣法的狀態呢? 高拉特又可不可以找回入球的感覺呢? 阿蘭又可不可以出戰,而且上演這個王者歸來 帶領恆大繼續在勝利的軌道上越走越遠 進一步縮勢與綁手球隊北京國安的積分差距,值得期待 問得好,眾多的懸念待會為你解開 這個時候我們先來看一組國際體壇的簡訊 WTA江西網球公司再跟大家預告一下 體育世界之後,立即就會有中超賽事直播 有廣州恆大在主場對陣重慶示威 因為很多球員朋友都很關注 廣州恆大淘寶目前的新腦交替 可不可以捱到這麼多場比賽的一個體能問題 所以很多的疑問會在待會的直播當中為你解開 另外今晚的10點半都會有F1正賽匈牙利站大獎賽 歡迎大家收看,明天又是周一全新的開始 希望大家明天開工順順利利 多謝你的收看,拜拜 拜拜